前日新闻当中看到有男子乱吃撞羊药 结果猝死在床上 我们提醒男性朋友 其实要有雄风不见得 要花钱买药 天然食材最好 举几个例子 像是没有写的海鲜类 那么包括了像蚵仔或者沙虾 甚至一些植物 韭菜或者南瓜籽 都有你意想不到的功用 卖海鲜的摊位 活跳跳的沙虾 还有这一颗颗肥美的蚵仔 老板娘说 他们最受欢迎高蛋白的成分 男生吃了有壮阳的功效 只是要怎么煮才营养美味 做了28年的上海菜 阿璇师傅亲自示范 不好粉的蚵仔 放在铁板上 煎得滋滋作响 它蛋白质成分非常高 然后又含辛 干成我们台湾的威尔钢 煎好的蚵仔 放在柠檬片上 淋上酱汁 这道干煎鲜科完成 蚵仔其实用蒸的 更鲜甜 豆腐做底 放上了蚵仔 再放上特制的蒜泥 送进蒸炉蒸个5分钟 再调味以及冲爆一下 完成这道蒜泥鲜科 把活跳跳的沙虾 汆烫一下 捞起来 再淋上三药片 红枣当归的 七种中药炖好的汤汁 这道是药膳虾 虾子它属于低脂肪 然后高蛋白 有助 有增进体力的功能 除了海鲜 蔬菜类也有 壮阳功效的明星蔬菜 它是韭菜 别名是起羊草 还有蛋白质 钙还有零 韭菜的功效 温补甘肾 然后蛀羊固筋 拿来和松板猪肉 大火快炒 这盘营养又美味 别忘了还有这几年 在壮阳食谱当中 的新奇之秀 它是山药 切成了丝和生菜 碎对味 就是这盘山药卷 口感清爽 给高蛋白 肺肾 然后收射 护筋的功能 别忘了中国人食谱当中 以形补形 这锅汤除了土鸡 就是它 让男人又爱又恨 甲鱼熟成鳖 内上清干净 连壳一几顿 甲鱼它就生命力 是非常强热的动物 然后养生意气 超级养生意气 因为它曾经让一名 86岁的老农民 重振雄风 老来得子 但是也有人提出 更健康的壮阳配布 就是绝对不喝冰水 让他已经是 阿揍的年龄 又当了老爸 看看这一整桌的菜 甲鱼炖土鸡 蒜泥鲜柯 韭菜松板猪 药散虾 干煎鹅啊 三药卷 从这天然的食材当中 男生吃了 就可以重振雄风 何必要买 来路不明的壮阳药呢 记者留持一些汉阳 台北报道 原来活力 就来自天然食材当中 而且要